字幕提供 在校內公佈 然後他的月薪大概是一萬里 未打或者以下 假如學校真的依法把他投保勞健保 他到底要負擔多少錢 然後他可以獲得多大的收益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我們要做這種表 因為學校 還有包括教育部 不斷在講一件事叫做 學生助理納入勞健保 是一件百害而無一利的事情 是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不斷講一直講一直講 如果在暑假大家應該都看到 但我們就說是這樣嗎 完全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說 學生的勞方負擔是多少錢 就分之三種 勞工保險、勞工退休金、全民健保 勞工保險 我們會看到說 目前的制度設計上 勞工保險的勞資的保費負擔是2比7 所以勞工假如他的月薪一萬里 他是繳一個月222塊 資方負擔起來 健保是3比6 所以勞工是295 那資方為什麼會變955呢 是說那個6呢 他還有再乘一個 叫做平均眷屬人數 所以要再乘以1.3 就是因為健保會有眷屬家掛進來 然後他就 這制度設計上他把那個家掛的能量處理 也不能看你的員工是幾個眷屬就多 多要資方負擔 所以他就用平均數 就是乘以1.3 會加乘以1.3 會加乘以955 然後勞工退休金呢 是我們規定大贏的 就是6%的勞退金 我的工資的6% 不主要提拖進入我在勞工 勞工局的退休金的專戶 叫做退休金 就是3筆錢 最簡單說勞工 假如大陸勞工 他一個月只要多繳517塊 資方負擔的確比較重 要繳到240塊錢 所以我們平常看到說 這些資方大肆不願意繳的原因就是這個 2400塊錢他說 哇好多啊 這個各種的數量都出來 例如說地薪高寶 他說我們明明助理都5000塊錢 你為什麼要我繳2400這樣 就是說我的月薪只有給他5000 但是目前勞保局他們的制度設計 或者健保局他的考量是什麼 就是考量說 如果我讓一個人沒有一個最低的保障 叫1萬億 那他出了事情的時候 他的保障的額數就會太少 因為出了事情的計算的那個保費 就是說給你的給付 是依據投保的金額 所以例如說我假如說一個人真的月薪三線 他就只保三線 那出了事情死亡最嚴重 死亡可以幾乎40個月的公司 所以他就只有3000塊 乘以40個月就12萬了 非常的少 那當然還包括說他老年退休的這個 退休的年金可能也會越強壓低 所以老保才有一個強制的基本 健保也是 健保是要求更高 要要求到基本公司 之前就要留到1萬元 未來就要2萬元 他是設計說 他有一點說你儘管薪資低 你還是要有基本的負擔 當然健保保費跟你獲得的福利是沒有關聯的 但是他們可能是刻意的責任 你也要有基本的負擔 所以到底要這個低薪法這樣我看來是一個說詞 他就是有一些社會制度不是這麼簡單的 所在某一種錢以下就還是要繼續維持 按照你的薪資來值一個課的 這個基本上 這個可以爭論 但無論如何資方為了逃避這2千4 現在無所擁機 好我們先假設2千4到底是多少錢 公會之前有算過2千4百塊 陳宇他們大概會投保10個月 因為暑假不會投保 所以我要聘一個助理 大概一年的確如果因為這樣子 要負擔2.4萬人的這個社會保險費用 如果他全部都會 那假如說陳宇最極端的乘以10萬人 對不對 10萬人 台灣我們不算其實不到10萬人 大概是8萬人的助理 到我們剩下 因為8萬名可能是算DAR 研究成功者加上大學 也會有24億元的預算 一年二十幾 好不好 這24億有一部分是科技補 目前科技補已經願意加編預算了 主要的問題是在大學 他們還不願意加編預算 那我們說舉例來說這個24億 假設科技部負擔10億 就是說假如都各負擔10億 沒有這樣好了 科技部負擔12億 因為其實科技部助理是最多的 再來就是助學這個多的 假如說12億然後他們負擔12億 12億對他們到底是不一定很沉重的負擔 12億大概是我們高的教育預算的1% 一年教育部投進應該叫做公共高等教育 例如說因為大學還會從學費拿到錢 所以我們如果只算說教育部還有政府部門 投進大學裡面的錢 一年大概是1000億出頭 所以12億大概是他1%的預算 如果這件事情他們願意主張來處理 就不會有現在這些正義 但是顯然他們是不願意處理 也不是沒有錢是刻意的 好那回到剛剛的右上角 說巨大的收益到底是什麼東西 10、20、7月什麼事算不出來 我們退休以後有兩筆錢 大家應該也都會知道 一筆叫做勞保年金 一筆叫做勞工退休金 簡單講勞退金 勞保年金就是以前所謂的勞保老金期 如果大家爸媽還沒有到40退休的話 勞他們一定要領勞保年金 不要一次就領這樣 對 因為一次領的錢會少很多 好 老保年金怎麼計算的 他是用年資投保年資 乘以1.5% 他這個叫做替代力 他這個叫做替代力 替代力 你的薪資的替代力 乘以投保新資 等於每月 等於每月 還是叫做年金 每月退休 所以舉個例子 這邊有一些數字就是比較簡單的 他怎麼來計算投保的薪資呢 是用你終生最高60個月的投保薪資的平均數 最高認識的平均 因為我們老保的投保級距有個最大的上限 叫做4萬3.9% 在目前未來好好配合再提高 所以我們判斷碩士級畢業 要有一輩子有60個月 拿到4萬3.9% 應該是常態 多數 絕大多數 當然一定是有混合沒那麼多錢 但是做到40歲50歲 4萬3.9% 60個月應該不難 就是用4萬3.9%來假設他 所以假如一個人他工作30年 然後乘以1.55% 乘以4萬3.9% 就會是他每月可以贏到錢 這樣大概會是 我們看看 2萬塊吧 差不多 你們有空也可以給他穿看看 約2萬 應該不會穿 那邊比2萬再多一點點 就是說 假如我們在 在公庫繼續工作 不一定要在公庫 就是說我在高位公會繼續工作30年 然後 然後 那我現在很老 大概有可能 我34歲 好 工作到64歲 65歲退休 中間有一年去玩樂 65歲退休 那 投保到4萬3.9% 60個月 那我未來每個月 賠零2萬 65歲開始 按照現在 賠零到死 死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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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